昔日辉煌的意大利航空公司将正式关闭。 多年来,意大利航空公司Eletalia S一直象征着意大利战后的繁荣和美好生活, 然而本周四该公司将执行最后一班飞行任务。 在依靠意大利政府扶持支撑数年后, 新冠疫情成为压垮该公司的最后一根稻草。 这家有七五年历史的国家在其航空公司, 自2017年以来,一直处于意大利版的破产保护中。 在2060年代末,意大利航空曾是欧洲第三大航空公司, 仅次于英国航空公司British Airways PLC和法国航空公司Air France。 在过去20年里,该公司一直未能实现年度盈利, 长期以来一直在艰难应对来自低成本航空公司的竞争, 自身的高成本、员工罢工以及劳动力问题。 这些麻烦几乎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刻本周的罢工, 导致100多个航班被取消。 意大利单日2772人确诊, 累计4707087宗。 意大利周三10月13日公布, 再多2772宗确诊新症, 多过周二公布的2494宗, 累计4707087宗。 过去24小时, 再多37名患者不治, 少过之前一日的49人, 累计131421人死亡。 目前仍有367名患者, 接受生切治疗, 少过之前一日的370人。 欧洲对逃票处罚这么狠, 侥幸心里真不能有。 逃票会进监狱, 留学生逃票三次就无法就业, 逃票记录会被标注在护照上。 网络上流传着不少关于在德国逃票的说法, 真的是这样吗? 在德国, 不论是坐地铁还是公交巴士, 一般都是上车检票, 而且是以抽检的形式。 不过, 在德国逃票不是违规, 而是犯罪行为。 据德国开源网报道, 在德国逃票通常会被处以60欧元的罚款。 忘记买票或者买票后忘记减票, 也会被当作逃票处理。 如果是逃票惯犯, 那更可能被送上法庭。 由于逃票属于利益欺诈的违法行为, 根据德国刑法, 可以被处以最高一年的有期徒刑。 不过在现实中, 一般只有在不交罚款, 或者还办有其他违法行为的情况下, 才会被判入监。 对逃票者, 欧洲国家的处罚略有不同, 但有一个共通点就是研罚。 在意大利坐公交车前需要先去附近的烟草店买票, 如果疏忽忘记购买, 可能面临50至500欧元的罚款, 在法国如果一年中被抓多次逃票, 将会被处以最高6个月监禁和7500欧元的罚金在葡萄牙。 逃票的罚款是票面价格的100到150倍, 至少为145欧。 相比其他欧洲国家, 在英国逃票被抓的后果对个人影响的时间最久。 逃票行为一旦被查时, 个人信用就会面临崩溃, 逃票者在未来办理信用卡, 申请房贷, 注册公司, 租房, 求职等所有需要核查个人信用情况的事情上, 都会遇到麻烦。 看了这些处罚结果, 去欧洲的小伙伴千万别抱着侥幸心理, 动了逃票的心思。 法国特朗普崛起, 或成马克龙劲敌, 泽穆尔的崛起扰乱了法国政坛。 纽约时报10月12日的报道, 如此评价被称为法国特朗普的泽穆尔。 现年63岁的泽穆尔, 是一名记者兼作家, 可能将以独立候选人身份参加法国总统选举。 他善于利用媒体宣传, 高调宣扬其主张。 法国2022年总统选举, 将于明年4月举行。 纽约时报报道称, 几周前, 外界认为现任总统马克龙, 与法国极优异政党国民阵线主席玛丽娜勒庞, 将决逐总统职位。 然而, 泽穆尔在上周的民调中投票率超越勒庞, 仅次于马克龙排名第二, 或成为法国总统第二轮投票中的劲敌。 专家分析认为, 由于近年来民调经常失准, 如果泽穆尔参选, 法国渔民发誓封锁加莱港, 让英国人过不好圣诞。 因为在捕鱼权问题上与英国争执不休, 法国渔民发誓要封锁加莱, 并在两星期内切断对英国的圣诞节商品供应。 报道称, 这些法国渔民威胁要在圣诞节期间造成航运混乱, 试图就捕鱼许可真问题敲诈英国首相约翰逊。 法国布洛涅主要港口的一位船长说, 除非允许他们返回英国海域捕鱼, 否则他们将封锁使过英吉利海峡隧道的货车和火车。 任何抗议活动都会给英国本已饱受打击的供应链带来进一步的压力, 并危及超市货架上的商品供应。 愤怒的法国渔民威胁说, 他们的行动将一直持续到圣诞节以迫使英国首相约翰逊投降。 法国人还威胁要切断对泽西岛的能源供应, 泽西岛95%的电力供应来自法国。 而截至2020年, 英国进口的电力中, 仅有不到一半来自海峡对岸的海底电缆。 西班牙拉帕尔麻岛火山喷发, 累计已损毁1458座建筑。 西班牙拉帕尔麻岛火山喷发, 已经进入第25天仍未出现平息的迹象。 根据欧盟哥白尼地球观测计划, 13日的最新数据, 拉帕尔麻岛火山喷发出的岩浆总计, 已经影响到656公顷土地, 共有1458座建筑遭到损毁。 西班牙国家地理研究所的报告显示, 当地时间13日,阿拉帕尔麻岛地震活动仍在继续, 震源深度从4公里到35公里, 四大震级为理13.6级。 西班牙首相桑切斯将在13日再度前往拉帕尔麻岛, 以实地了解拉帕尔麻岛火山熔岩流的演变。